好 意外消息带您关心 发生在昨天新北市树林区 一位19岁的男子 可能喝了酒心情不好 跟哥哥发生争执之客 没想到他居然从四楼这边一跃而下 幸好人卡在二楼的哲宇棚 捡回了一条命 只是当时目击整个过程的民众都吓坏了 男子痛苦地躺在胆架上 手臂大腿全是血 不管景潇如何呼喊都没回应 只能赶紧将他从哲宇棚救下 紧急送医 跳楼的派姓男子 当时正在家中喝酒解门 没想到找哥哥聊天 却越聊越生气 于是突然将铁窗撞开跳楼轻身 索性卡在二楼的遮雨棚上 捡回一命 我们都不敢讲 邻居表示兄弟俩脾气不太好 平时就常起口角 没想到这次闹到要轻身 让目睹跳楼的邻居 全都吓坏了 不过索性有哲宇棚及时相救 否则真闹出人命 兄弟俩想要后悔 也没机会了